2005年,有一班古籍课程的学员 他们在导师的提议之下 尝试带一班身上朋友游览赤柱 展开了第一次的无障碍古籍旅程 因为反应良好 接着他们又安排了多几次的活动 最大的问题是 名额有限,很多人都参加不了 他们就想到了 不如编写一本顾及身上朋友需要的古籍旅游书 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玩了 《巡查小组》可以说是这三本旅游指南的重要功臣 我们当时邀请了身上朋友加入 然后找专家为他们主持讲座 讲一些古籍的历史、考察技巧 有教义工推轮椅的安全方法 然后就实地做这个路线的考察 将资料记录在巡查表里面 最初我们用的巡查表是以文字为主的 非常详细 但对巡查员来说,实在太复杂了 所以到第二期,我们就将巡查表简化 用图像代替了文字 也简化了答案的选择 三本书,三十条线 每一个景点都是这样巡查得来的 《巡查小组》的功能并不单止限于资料搜集和 他们还会按照本身的实际需要 离定每一个景点的前往难度 也会留意一下景点附近的设施 然后提出一些改善建议 希望有关单位跟进 事实上,有些景点在我们指南出版之后 的确是改善了的 路线的选择可以说是由钱入心 第一期,我们是从政府当时推广的十条热门路线入手 因为这几条路线的配套设施比较齐备 新像朋友是容易到达的 到第二期,我们就选一些普遍人认为 轮椅朋友很难去 但实际上,其实他们是可以去到的地方 例如如尼岛那样 可以坐渡轮去 而沙田就可以沿单车逛去游览 屯门和元朗就是沿着轻铁的沿线 逐个站下车参观 困难就是有的了 不过不代表去不了 我们甚至开始做一些境外交流 带他们去游澳门 也将导想的服务扩展到视障和智障人士 到第三期了 我们写的是两个东 九龙东和港岛东 也是最难写的一本 因为东部很多故事都已经拆掉了 有事而无绩 要吸引大家的话,就要花点心思了 今年适逢是抗战胜利70周年 而今期的十条路线 又刚刚和抗日战争有关 所以我们就加强了日渐时期的历史资料 再加上一些有趣的地方掌固 这样即使没有实景可以游 也可以令到旅程变得更加有意思 或者又讲一讲我们用的图标和地图 第一期的图标 就是靠我们自己在网上找 或者自己拍照 左砌砌又砌砌砌出来 所以格式不统一 地图更加只是把透明胶片放在地图书上 用人手印出来 第二期就进步了很多 我们请美术系的学生帮我们画画 统一了格式 同时也改用了专业的 in-design代代了word的排版 到第三期了 已经是几乎一人一智能手机的年代了 我们就直接采用了google的地图 加上qr code 大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网上资讯 不过有样东西是没有变的 就是地图上面 仍然标示了很多厕所的位置 因为很多生长的朋友 常常都担心找不到厕所 这样就可以减低他们的疑虑了 也要提一提封面 第一期的封面是由竞联的朋友帮我们画的 当时又刚刚是2008北京奥运年 所以我们就配合了奥运的五色 希望表达到古迹共用 第二和第三期 为什么改用了路线名称作设计元素呢? 因为这样看上去就更加像一本旅游指南 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三期是比前两期薄了呢? 不是我们写少了啊 相反我们写的字数是更多了的 只不过是用了教香港的书纸 一来环保呢? 二来方便攜带 第三呢? 帮你们省油费呀! 这里也要感谢香港史学会的 他们为我们第一期做了教堆 而第二第三期 就编写了和路线相关的香港历史探究 实行两本书同步出版 如果将三本书的总结放在一起看呢 亦都可以看到这十年之间 社会的无障碍演变 在第一期 我们提出了硬件的改善建议 第二期呢? 就带出了软件的人为障碍 同时当时我们都推出了 共用无障碍环境康乐企 希望用游戏的方式引起大家的关注 在第三期的总结 我们提到无障碍餐厅 因为每次活动都需要安排用餐 无障碍餐厅最重要的考虑是什么? 就是轮椅人士可不可以进入到食肆了? 一级楼梯都不能多 我们的总结是 友善香港,礼让新像者 在这十年里面 社会的无障碍设施 的确改善了很多 所以 我们呼吁大家 是时候实际行动 改变既有的观念 达到真正共用 无障碍古迹旅游指南 合义上 好像只是为新像人士而编写 广义上 我们希望是知识无障碍 需要历史资料的印证 才能够凸显古迹的价值 这样不单只新像人士受惠 普罗大众同仁受用 生于师 长于师 春到友善香港 最后 感谢慧逸逊分帅民民信托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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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